继续分享天涯神帖系列 别碰情绪 作者 穿透人性 情绪的产生是你对头脑思维的高度认同 而你越认同自己大脑的思维 你就活得越痛苦 情绪这个东西真的是靠一些道理和知识就可以去管理的吗 在我看来 无论多么高深的道理和知识 最终你也管理不了情绪 情绪的本质其实就是你业力累积的呈现 它还是潜意识下控制的大脑 并且这些思维在经由你的身体 呈现出来一种在你身体内部流动的一种看不见的能量 没错 情绪它是一种能量 所以用道理和认知去管理能量几乎是不可能的 既然是能量 它就得遵守能量守恒定律 这个东西不可能凭空消失 你只能去转化它 而情绪的产生 则是因为你对头脑思维的认同 你一旦认同了你的思维 那么就意味着你已经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了 你已经失去了和你自由意志的链接 那你的肉身的痛苦肯定就无法避免了 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那些负面情绪才会带给你痛苦 事实上每一次的欢乐 还有这些所谓正面的情绪的高涨 它们的内部也都隐含着痛苦的种子 因为快乐和高潮往往都是短暂的 马上随之而来的就是落差和低潮 所以真正修行的目标并不是极度欢乐 而是内在的宁静与平和 另外 人类这种生物反应是一种模式 还特别容易去认同这些情绪 你不自觉地就把这些情绪变成你的习惯 并且作为默认反应的一种模式 然后它们就会被被动地植入到你的潜意识里头 这样一来受刺激或威胁的时候 你的潜意识就会以这种默认的悉性情绪做出反应 比如抑郁 就是这种情绪的一种 这种逻辑行为和习惯 其实都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形成的 也就是你的原生家庭 原因就是缺爱 在你需要被关注被爱的时候 并没有被给予足够的回应或者信息 所以我们人类其实和其他的哺乳动物一样 很多时候都是受制于自身的局限的 以习惯性模式不自觉地被动地做出了反应 并且这些习惯性的情绪和思维模式 会在你的家族里的好几代之间进行传承 一个家庭当中默认的这种反应模式可能有 愤怒抑郁 盲目乐观 狂妄 冷漠或者抛弃等等 这个可以拉一个很长的清淡 所以你明白了这个底层逻辑以后 也就会明白所谓原生家庭的问题既不是你的错 同时也不是你父母的错 当他们的行为对你造成了伤害和影响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是处在一种无奈的不自知的机械化的反应之下而已 所以面对情绪你只有两条路 要么让它成为驱使你操控你的自动化反应模式 让情绪替你做出一切的选择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 我们成为情绪的奴隶 要么就是你通过修炼成为一个随时能提起觉知的觉醒者 然后依照你自己的自由意志的目的 自己做出选择 我们来做情绪的主人 你只有通过不介入你的观察对象 也就是正在被驱动当中的那个你 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耐心 诚实而又放松的自我观察 你才可能开始看到和了解这一切 拥有自己真正的选择权 而不是做一个被第一反应 默认机制所驱动的机器人 我们要做的就是停止创造当下的痛苦和业力 并且把它们全部化解 可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根本性的误区 就是总想着怎么去和情绪这种能量去对抗交界 总试图去消灭控制管理这些情绪 而我们用的武器竟然是各种各样的鸡汤 道理还有知识 其实这个想法从底层上来说 它就是荒唐的 你怎么可能用某种道理去管理和驾驭一种能量的流动呢 这个根本就说不通 所以我们必须先要扭转一个观念 那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自己的负面情绪和业力驱动的时候 态度一定要从对抗它 消灭它 管理它 转变为接纳它 承认它 面对它 允许它的存在 然后就是定住自己 不介入 不评判 只是默默地观察它 然后等待它自己的流经和转化成其他的能量 这就像是当洪水暴风雨等等这些自然灾害到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能去对抗它们 不管你接不接受 云不允许它们的到来 它们都已经来了 并且它们都有充分的合理的理由来 当下所产生的痛苦都源自于你的大脑 对某种现状的不接受 对某种形式的无意识下的抗拒 而具体的表现就是各种的批判 还有负面情绪的升起 这个痛苦的过程 其实就取决于你对当下的这个抗拒程度 以及对思维的认同程度 也就是你越认同于你的大脑的思维 你就越痛苦 同样 反过来说 那就是你越接受当下你的痛苦 痛苦就越少 所以到这就有一个道理互之欲出了 不管当下发生什么 发生任何事 只要你抗拒不接受 你越想逃越抵抗 你就越痛苦 这就是让人们受折磨 最后崩溃的根本原因 你要记住 只有在当下才是生命的存在 才是生命本身 过去不存在 未来也不存在 而你却偏偏反对和抗拒生命本身 也就是当下 那你不痛苦谁痛苦 你看 这就是正面的核心心法 你会发现 有些人在面对负面情绪的时候 以为掌握了一些知识 自己就是高手了 很遗憾 这只是大脑制造的假象 它依然没有走出头脑的思维控制 只是暂时压抑住了零散的一小股情绪 慢慢的时间长了 这些能量就会积压起来 一旦遇到导火索 就会彻底的大爆发 而到时候任凭再多的知识 也都根本不管用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平时看起来很柔和很老实的人 哪天他一受刺激 突然就爆发了 完全变了一个人 然后可能就会做出一些让大家意想不到的 对他人和社会造成巨大伤害的事 这一期先讲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完整系统版 请看全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